接下来我们请老师们 开出第二位同学出战 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金融小学校的刘俊逸 你喜欢一个明星是吧 就是影视剧当中的这个明星人物 对 是什么呀 谁 是小萝卜特藏尼演的钢铁侠 好 为什么喜欢他 因为我爸觉着那个 现在的明星都有点凉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钢铁侠 还是比较是注重就是特别热血 所以我就喜欢看涛哥点你呢 我是素人 好 今天要像他一样 好好地表现好不好 好 我们再来跟这位 国际联队的同学聊聊 你好 你好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彭克 我来自西非加纳 我现在在广东省东莞市 是石龙第三中学读书 可能从他这个聊天过程当中 能听出来他来自哪里 他有一点点这个 就是语音在里面 就是有 我说话就是这个样子 对 对 是这样 广东 去多少年 在广东 在广东十年了 十年了 十五年了 今年几岁 今年准备十 十八 准备十八 准备十八 快十八 我刚才听的是今年九岁 在广州十年 你看他十八岁 对啊 对啊 跟妈妈一块来的嘛 对啊 特别有可能 对啊 特别有可能 所以你在中国的时间 比在老家的时间还长 对 是吧 那喜欢中国吗 喜欢 喜欢 广东吃得多 最爱吃什么 广东最爱吃的 就烧鹅 这很能跳啊 特别能跳 家里面就你一个孩子吗 还是 不 有两个妹妹 你叫彭可 他们叫什么 妹妹叫彭爱 最小的叫彭开心 彭开心 彭开心 谁取的名字这是 妈妈 可爱开心 可爱 可爱开心了 他们家里面 你们家都是萌萌的 好 希望你今天的比赛 也可以带给你一种 开心的学习汉词的经历 好吗 好 好 两队都准备就绪了 重复一下 目前是我们的 哈尔比士季红小学校 暂时一比零领先 国际联队要加油 有请咪姑灵溪出第一题 又轮到我来给大家出题了 听好了 流泻 流泻的意思是 水或其他液体 迅速地流淌 形容光线等 像水一样迅速地移动 可要注意了 流泻的泻 到底是三点水加血字的血 还是三点水加世界的氏呢 这个很深奥了 怎么说呢 我觉得流泻的泻是三点水带一个血 为什么呢 这个泻代表着那个液体的流动 流泻 三点水带一个世界的室内 那个是排泻 那个特别脏 谁说只有液体才能流泻 对不对 气体也可以流泻 光也可以流泻 所以说应该是三点水带一个世界的事 哦 棚可提交了 两位同学都已经提交了自己的答案 老师们请判定 烧鹅不白吃这个 这个右边是血字的血 这个蟹呢 它其实是一种带有自然状态的 一泻千里 它就是自然状态的 而这个右边是世界的事这个蟹呢 它有时候是有一定的主观性 比如蟹红 是吧 我们要去 有一个主动的要去 好 那我们先用掌声来恭喜一下 国际联队追成了一比喻 好 谢谢两位同学 请回答各级的队伍当中 来 老师请看下一组队员出战 哎 哎 不对啊 这跟第一个女孩不一样吗 这个 长得有点像 对 像双胞胎这个 哦 是有点像 介绍一下自己 快 大家好 我是 黑龙江省 浩尔滨市 激红小学校的张艺莹 平时的一大爱好是自己给自己没事做棉花糖吃 这老做棉花糖身材就能看出来了 怎么做棉花糖 有一次就是想吃棉花糖 然后没人然后这样给买 然后自己拿了棉花水还有白砂糖 一起装的一起获了一下装在装在了一个盆里 放进了微波炉 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惨不忍睹了 你这个用那东北话叫做腰知道吗 我 我不敢吃 来 说说您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国际队来自韩国的选手金慧敏 我也来自上海市的剑柄中学名 好 慧敏啊 好 据说呀 她不穿裙子 对对对对 作为姑娘她不爱穿裙子 这是怎么回事 腿粗 不 就是 也不排除这一点 但是呢 我觉得为什么女生一定要穿裙子 我就根本没有必要 而且我平时很喜欢运动 所以所以喜欢穿裤子 裤子 方便运动 对对对 都玩点什么运动呢 什么篮球啊 什么足球都玩的 哦呦 你是属于汉子款的女人 对 认嘛 人家说这是个女汉子 认不认 是的 是 特别得意啊 不怕以后嫁不出去吗 这个就不用担心了 反正已经没有对象了 破罐子破摔 好 一股灵犀 请为两位出第一题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词会不会难倒你们呢 它是霹雳 霹雳指的是又急又响的雷 是云与地面之间发生的强烈雷电现象 觉得简单吗 那可要小心了 雳的下半部分到底是厉害的雳 还是厉险的雳 可要想清楚了哟 这个就很简单嘛 嗯 霹雳啊 你想想多吓人哪 多厉害啊 是 那当然就是厉害的雳 啊 我觉得应该是历史的雳 这霹雳跟历史有什么关系啊 我也不知道 老师就那么教的 我小学位里头就那么教给我 反而我就觉得是厉害的雳 已经开始了我们的倒计时啊 请把握好时间 二十秒 好 国际联队已经率先提交了自己的答案 时间到 老师们请探听 双方都答对了啊 双方都答对了啊 的确是天天说的那个 虽然没说出道道理 我老师没骗我 哈哈 没说出道理 没有道理 我老师就那么教的 那我们听下老师们怎么说 对 就是刚才那个天天说 这个为什么 这个形生字 因为这两个都是典型的形生字 对 那么形生字用什么做生服 到底有什么道理呢 其实就是没有什么道理 这个时候呢是随机性的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关于力啊 现在我们说历史的历和日历的历 现在我们从统一简化成 里边有一个历子 历练的历了 那在之前呢 其实有段时间是不能混淆的 好 谢谢老师们 目前双方都还是答对的一个状态 继续保持 灵溪请出下一题 那我们来一个难一点的吧 听好了 钦佩 钦佩的意思是敬重佩服 这个你们还会写吗 钦佩 你说钦佩就是很佩服别人 程度有点不一样 对 钦佩我觉得可能更显得更深一些的状态 就像我会站着跟你鞠躬是佩服 但是我跪着跟你鞠躬就是钦佩 刚才就是乱的说得特别好 为什么 因为跟这个钦有关 这个钦啊 它本身表示恭敬 所以呢钦佩加在一起 肯定是比佩服更高一个层次的 对别人的一些成就 对别人的一些行为的 非常的称赞 两队都已经提交了答案 我们首先请老师做出判定 双方都回答正确 谢谢 对 对